大雨伴随轰隆隆雷声 美国东部乔治亚洲受强烈暴风雨 影响出现极端天气 在往北的宾州 民众一度误以为有龙卷风 因为住家外乌瓦残骸散满地 场面乱到不行 天哪西州一间仓库 还被强风吹破一个大洞 大量砖头一秒变乐高 积木崩成一片 美国东岸数以百万的居民 周一起陆续接到恶劣天气警报 马州的大水当场灌破建筑 部分地区水淹半个车身 还有老太太受困车内 在救难员协助下成功脱困 巴尔蒂摩有整排电线赶被吹倒 压垮路旁红色轿车 这波强风暴雨 一时美国东部超过70万户居民 无电可用 另外在科罗拉多州 居民又目击巨大漏斗云直窜天计 北欧国家瑞典和挪威也上演极端天 瑞典发生暴雨土石流灾情 还酿成列车出轨 挪威同样大水狂冲淹没好几条道路和民宅 挪威发布最高红色暴雨警戒 指出降雨量恐创下25年新高 至于近期饱受热浪索谷的意大利则出现海上龙卷 所幸没有在陆地酿灾 底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